欢迎大家出席2021-2022年到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七轮的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 现今香港中学对学生实施法禁不合时宜 由正方-沙基湾官立中学 对反方-华英中学 现在为大家介绍双方辩元 首先是正方-沙基湾官立中学 正方主辩林罗罗同学 正方一副-杨启同学 正方一副-杨启同学 正方二副-吴子恩同学 正方结辩-几文恩同学 接着到反方-华英中学 反方主辩-劉丽华同学 反方一副-尖子瑜同学 反方二副-杨启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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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方的欠辩-勾佯同学 以及香港教育大学业主辩论队员潘宣欣小姐 如果三位评判不介意的话,都可以在比赛期间开镜头,谢谢 那本场比赛就分为主编台商发问 主席,因为我不方便开镜头,其实我听到的,不好意思 我要说话的时候我再开镜头,谢谢 好,没问题,谢谢 那本场比赛分为主编台商发问,一副二副头下发问,结辩等六个环节 台商变缘发言时间为4334,每位台商变缘发言结束前30秒会有一丁提示 叮!时间都会有两丁提示 叮!叮!过时15秒则有三丁提示 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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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时本人将打断变缘发言并提醒评判扣分 而详实的赛规早前已经颁布给各个参出学校 想问下双方主编对赛规有没有任何疑问 如果没有的话,比赛就正式开始 不价此,现在由始至先由政方的主编发言 有4分分次发言时间,准备开箱 macan 是啥?是啥?是啥?是的 是alms是清晰的 可以 定 助作各位大家好 討論變題前有必要先了解香港實施法禁的情況 現時教育局並沒有明文規定學生的頭髮樣式 但受歷史原格影響 香港大部分中學都有實施法禁 雖然各校實施情況有別 但措施大體離不開以下兩點 第一,針對性別禁止 例如男生不可以留長髮 女生不可以剪短髮 甚至必須摘媽邊 第二,禁止特定髮式 不允許短髮或者電髮 而這麼多年來 學校都已整結衛生 維持校風等理由對學生實施法禁 但校風提出的理由 往往都和法禁無必然關係 故一直飽受批評 被人救病和時代脫節 直至今年7月 一名中五男學生 林澤俊在社交平台上控訴 在校方平台的威脅下被迫展去長髮 事件成為倒火線 再次將法禁問題推向公眾 甚至上升至法律層面 不禁令大家再一次反思 究竟法禁是否已經不合時限呢 辯提中的不合時限 有不適合時下潮流 趨向的意思 換言之 若然我方能夠證明 法禁和現今香港社會出現的趨勢 相違背 則辯提成立 而我方 將會從以下兩個社會趨勢立正 第一 法禁加強性別定義 違反現今性別多元趨勢 法禁之下 禁止男同學縮起長髮 或限制女同學頭髮不准過短 無疑都是為性別建立固定外貌 准一步加強性別定義 成如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陳傑華所指 法禁例如規定男生短髮 會加強性別議員價值觀 令學生只接受某種性別棄質 然而 近年香港越來越強調性別多元 社會不再停留在舊有性別形象 例如 平基會14年的種族平等與校服指引 就指出 校方應該以開放態度制定校服規則 以避免性別定義 除了官方態度外 提倡性別多元的民間團體 近年歷大量出現 例如 五夜南 跨清時刻 反性暴力資源中心 爭官社等團體 都一致聯處 生活臨同同學 要求學校解除法禁 可見 打破性別定型成為社會大趨勢 而法禁加強性別定型 正正不合時宜 第二 法禁阻礙學生自我表達 違反現今鼓勵學生個人發展趨勢 頭髮屬於個人身體一部分 學生理應有自由表達的權利 但法禁之下 學生髮型受檢制 失去自主決定的權利 由此阻礙學生自我表達 而看回香港的趨勢 教育局17年制定的中學教育課程指引就指出 學校應設計以學生為每一課程 以促進學生全人發展 此外 指引也將生涯規劃 變為重要學習課程 強調學生個人發展 可見 不為學生個人發展成為趨勢之一 但法禁只求令學生見得一致 正正令學生失去創造空間 擊壓學生個人發展 因此不合時宜 最後 請問有方 同不同意現今香港存在 鼓勵盛結多元 和學生個人發展的趨勢呢 多謝各位 正方主便發言時間為3分54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現在到凡方主便 你有4分鐘時間 準備好開啟鏡頭示意 請問聲明聽不聽得清楚 清晰的 好 可以 定 主席評判正在各位 大家好 簡單歸納一下 其實今天相 今天有方 就說在一些法禁之下 女生為什麼可以留長頭髮 或者短頭髮 而男生只可以留短頭髮呢 可見其實有方反對的 並不是法禁的本質 而是法禁中的細節 因為男女的規定是應該統一 這樣演法 男女都是統一不可以的 這樣按照有方的邏輯 這種法禁又是不是不合時宜呢 免提中法禁一致 是指在顧及同學特殊需求 好像說性別之類 情緒問題的前提下 學校對於同學的法型設立規範 好像說不准演變化 而學校也可以按照 校方的中指 作適當的調整 有方行量標準在於 法禁的規定可不可以同時平衡 學生需要和學校的發展 有方反對變題 原因有二 一、除非法禁可以減少 學生在打扮方面的競爭 更投入在學校生活 根據心理學家 Eric Eriksson 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 在學生時期 十二至十八歲的青少年 以自我認同為發展任務 所以會較重視個人形象 和渴望得到 貧貝的認同 以確立自己在群體的身份認同和貴屬感 若然沒有法禁 在尋找身份認同的過程中 會容易跟隨貧貝的造型、髮型 以融合群體 單盲目地複製貧貝 明星的造型難免會引起攀鼻的心態 不僅帶來貧貝壓力 亦都鼓吹著 學生追求我表上的獨特和金鋒 來尋找自我價值 學校實施法禁 令到學生意容上統一 可以塑造一個個人平等的學習環境 逐步建立自己的歸屬感 價值觀是從小建立的 在香港中學實施法禁 是傳遞著一種信息 個人的價值 自我認同 應該是由內在出發 而不是專注外表 同時可以建立 學生遵守紀律的意識 根據國際教育 管理雜誌指出 而容上的統一 可以加強紀律 尊重我自己學生的身份 為美來夾出社會做準備 因為現今的社會 亦都有不同的規範和法律 所以遵守不同的規範 仍然是有它的必要性 二 實施法禁可以配合 學校辦學理念 維持學校的公眾形象 實施法禁可以在辦學中 穩固學校聲譽和形象 不同學校為了從小培訓 學生正確的價值觀 一定是以內在價值 或者純淘的價值觀做校分 以這個為原則教育學生 以華形中學為例子 辦學中指列明 勤學檢託 專視愛校 試想客因為發言的取消 你的子女為了要跟上同學的潮流 每個星期叫你拿五百元 隔幾天就換一個新髮型 這個正正就維護了學校的辦學中指 勤學檢託 除此之外 髮型和校服的一樣 都是對於那間學校的學生的觀感 越有統一性和一致性 更能夠代表學校的紀律性和團結性 如果一居個人自由就可以無私 個個都可以標其立意地 搬上花張的髮型和鮮艷的色彩 就會影響整間學校在社會大眾的形象 所以法禁對於學校的意義 仍然是合時疑的 最後想問一下遊方同學 如果法禁因為有可能違反學生的個人意願 所以就是不合時疑 那學校的校規、社會的法律 某程度都會限制個人的自由 是不是都已經不合時疑呢? 需要廢取? 謝謝各位 反方主編發言時間為3分53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現在是台上發文的環節 先由正方排作為台上的邊緣 向反方主編提文 發文時間為1分鐘 之後反方主編會有一分鐘再準備 再有一分鐘作回答 大家可以留意 發文、準備和回答的時間都一樣 在限時前15秒會有一釘提示 釘! 時間到即有兩釘提示 釘釘! 接著就到反方排出位的台上邊緣 向正方的主編作提問 請評判留意填寫分數的順序 反方分至第一格 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先是發文的分數 現在正方排出位台上邊緣發文 你有一分鐘發文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鏡頭示意 CMX請問聽不聽清楚 有一點小聲 會否可以再近一點? 是 CMX請問聽不聽清楚? 是,現在會清晰很多 謝謝 可以 定 最後各位大家好 今天友方說到底 就是擔心一旦解除了法案之後 就會出現加強競爭 加強打扮競爭等問題 但根本就不等於合時意 更加跟解除法案 沒有必然的關係 說穿了友方只是以黑板印象 就以為反正到變態 但其實友方的思想 才是最不合時意的 相反我方主便明確地提出 香港現今社會當下的趨勢 友方沒有回應 所以想問友方 我方所說的性別多弱 表達自我 難道不是現今的趨勢嗎? 但友方覺得法禁沒有加強度性別定義 沒有阻礙到學生表達自我呢? 多謝各位 現在反方主便一分鐘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定!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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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又請反方主便回答 你有一分鐘的回答時間 準備好開箱鏡頭示意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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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友方同學呢 就問我們究竟現在社會 究竟是不是一個性別多元的趨勢呢? 我方認為就不是啦 那如果有性別多元的話 現在又會不會 又為什麼會有性別歧視這件事呢? 所以可見友方其實是過度理想化的 好像校服這樣其實都有一個黑板印象在那裡 這樣按照友方的邏輯 是不是校服都應該是 男女不應該規定 女生就一定要穿校裙 男生就一定要穿褲呢?這樣 這樣 而我方就認為 而我方就認為 其實 其實在發禁的情況之下 是可以 有一個 作程的處理 例如你有一些特別需要 好像程水問題的話 就可以 向校方申請 所以其實是有一個渠道去表達你自己個人意見的 多謝各位 那接下來輪到反方作題文 請反方排除一位台上便員發問 你有分鐘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鏡頭示意 試咪試咪 請問聽得清不清楚? 是清晰的 好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其實今天有科其中一個認為法禁 不應該存在的原因 只不過是認為法禁當中的某些條例 是不合時宜的 所以會造成了男女黑板印象 但現今其實學校的一些規條 大多都是建基於社會的 現時社會對於男女的看法 那如果真的社會 真的到了一個時代 真的覺得 髮型的長度是不應該被規範的時候 那學校是可以調整校規 或者是調整法禁的那些範圍的 但是是否代表著法禁的其他規條 例如不可以電探討 有方同學都應該是 應該覺得他們是不存在的呢? 就好像法律當中的某些條例是不合理的 那社會當中是否不需要這些法律 而不需要這些法律呢? 不如有方今天必須要論證的就是 那學校譬如說會對 學生的校服 都會造成了一些 男女不平等的現象 那這些學校 學校有怎樣處理呢? 或者是 是否學校就不能有任何規條呢? 謝謝大家 那現在就到正方主便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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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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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清晰的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我最后问有方性别多元和学生个人发展近年趋势 有方同意了学生个人发展近年趋势 因为有方说我们可以有第二个拘捕去解除 因为个人问题和学生申请说我们要解除法禁 而有方又说有方推翻不合时是要指出发禁符合香港哪个拘捕 有方在解禁之后有什么问题 例如标期纳批影响下风,学生之间会攀比 但有方要认定两者之间有没有必要关系 第一标期纳批,台湾事实上已经解除了发禁 台湾高雄月圆朝香圆朝那中的校长孙政中 解释了学生的意见之后,解除了发禁 校官是很好的,学生可以自动把自己的头发收起得很整齊 不会特意在头发上面搞怪 所以,而呢,青少年也会符合社会的形象 不会在头发上面搞怪 所以有方要跟有方解释两者有必要的关系 第二,影响效功 有方便说,当解释了发禁之后,学生会在头发上面乱搞 会影响自己的校园 但其实这些都是有方的定点 因为以前发禁,男生一定会短头发,女生一定会扎在那边 所以,当有方觉得解释了发禁,会影响校风 根本就是黑板印象 第三,比,学生之间会攀比 攀比不止出现在头发,在其他地方都会出现了 即使现在有发禁,学生之间都会在书包、医物上比较 所以,其实这个情况都会发生不关发禁的事 而呢,有方又说到 当解释了发禁之后 学生之间会同守纪律 但其实呢,例如军人来说,他们有发禁 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纪律至上的强度,高度是专业 是基于一个专业的形象 再评论有方,为什么学生要一个专业的形象 而不可以解除发禁呢? 但其实解除发禁是不难想象的 事实上,香港已经有学校正在做 香港小机创与学院的学生可以研发 可以电发,男生可以长头发,女生也可以展成光头 学校并没有任何限制 如果有方说到这么严重 会产生很多不同的问题 就例如影响校风、标其、纳尔、攀比 那为什么小机不恢复发禁呢? 是否明知任何问题都不去跟进呢? 继续影响自己的校园 还是结果有方不信任学生呢? 所以今天变题绝对成立 多谢各位 正方第一副面,发言时间为2分53秒 无超时无需求分 接下来是反方第一副面 有3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开航的头示意 是否听得清楚? 清晰的 清晰的 是否听得清楚?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其实听完这么多位发言,但发现我们今天的标准都是一致 而且我们都是认同校规的存在,认同要限制形象 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究竟法禁这种手段,在现时社会上究竟合不合思议 其实今天听完友方同学的主辩和一副,但发现今天友方同学都同意 要禁止研发,禁止唐发,禁止点发,而今天友方同学反对的只是头发发型上的长短 我们就来逐一拆解友方同学两大论点,即今天友方同学说到性别多元的趋势 但我方就不明白了,按照友方同学逻辑,现时社会既然性别多元的话,为什么仍然有性别歧视的出现? 再者,今天友方主辩答你问题,就是说现时校服都规定了女生一定要穿校困 男生一定要穿褲,那友方按照友方同学逻辑,是不是也有造成一个男女黑板印象? 校服是不是也应该不存在呢? 所以等一下,凡请友方二负答我们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现时根本没有友方同学说得那么理想化,那么性别多元 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友方同学说的男女黑板印象 友方同学就跟我们说临同学的事件,会有性别招侣 但是看回我方方案先,我方方案就是在这些特殊情况,例如性别招侣,健康,宗教信仰等等问题 然后递交申请书,学校就会着量批准,如果情况合理的话,根本可以不受法规管 所以今天友方同学所说的性别招侣等等的特殊情况,在我方方案已经可以解决 再者,今天友方同学第二个论点跟我们说自我表达 但是我方就不明白了,现时不是正正就是自我表达 今天友方同学很鼓吹自我表达,但是我们再看回法律 法律其实现时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的,但是法律也有明码规定了 每个人不可以作出人身攻击的言论,正就是证明我们跟法律同样道理 我们不是很尊重学生意见,你可以执什么发型,例如软子头,高马尾等等 在我们的法律底下都是批准的,但如果是电汤染等等这些影响校风的形象 我们就通通都不批准了,那么友方同学是不是认同这件事呢? 如果不认同的话,就要说出为什么这些影响校风的形象在友方同学底下依然可以批准 是否为了自由而牺牲一体呢? 是 再者今天友方同学跟我们说因果关系 就说影响校风等等,就说说学生很自律 但我们就见到原来有一位学生,就是在一个国际学校 他就染着头发,穿着短裙,被誉为一个校风不良好 我们就正正见到其实现时学生没有了校规的存在 根本不能够自律的时候,又如何回答到友方同学理想的现象 所以友方同学必须解答以上问题,多谢各位 凡方第一副片发言时间为三分零六秒,无超时无需扣分 接下来在正方第二副片,你有三分钟发言时间,准备好开航镜头示意 凡方第一副片发言时间为三分零六秒,无超时无需扣分 接下来在正方第二副片,你有三分钟发言时间,准备好开航镜头示意 请问,听得清楚吗? 清楚的 可以 定 庆祝各位大家好,二夫为之两个变提字眼归纳全场 第一不合时宜 今天友方不要跟我们打杜草人了,今天我方完全没有承认过 我们要禁止电眼汤了,因为电眼汤根本就是 发禁的一部分,今天不要定义错发禁了,而第二 今天友方就认为,如果有性别歧视的话,又如何 推行性别多元化呢? 但是事实上,如果有歧视的话,代表了香港现在有固有的黑板印象 但是友方也间接承认了,而今天友方反对不了性别多元 也同意学生要个人发展现今的趋势 友方也不反对发禁是违反了性别多元,妨碍了学生自我的表达能力 所以今天友方的论证已经确立了,但是友方今天唯一反对的是 不是跟大家说发禁符合了哪个社会的趋势 而是跟大家说发禁解除了之后,可能会出现标题立意 性别歧视等等,违反校风等等的问题 好,今天我们逐一拆解友方的质疑 第一,性别歧视,如果性别多元化之后,会出现性别歧视的时候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解决下福呢? 我方回答你,是,下福只是个人的问题 而今天我们看到平机会都是说要避免性别定型 下福可以更加开放,为什么下福不可以进不步放宽呢? 因为当我们看到学生在个人发展成为趋势的时候 社会不断配合,如果友方举出的情况只是牵涉到个人的层面 我方回答你,可以放宽限制 而我们事实上也看到有人在学校正在做 我们看看笑机的书院,笑机的书院除了解禁、发禁之外 他也解除了下福的禁止 他们可以给学生自由配搭不同的 下福啊,下身不限啊 所以男生穿裙都好,通通都没问题的 而第二个质疑就是,认为有法律規限 有言论自由的时候,就可以令到学生、青少年能够 可以尊重他们有更多的发型选择 但其实不是的,因为我方就认为 无论是发型还是电掩烫都好 都是发禁的其中一种 今天友方已经定义错了发禁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二个变题字眼,现今香港 香港最为人救病的就是填鸭式教育 学生除了要读死书之外,学校连他们的衣着都要管理 就是为求培养整洁一致的学生 但是教育局一边提倡,学校学习要多元化 但是一边用发禁去推广学生表达自我 到底发禁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还是它是社会的定见和标签而莫名出现的产物呢? 谢谢各位 正方第二负面发言时间为3分11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接着下来是反方第二负面 你有3分钟发言时间,准备好开向镜头示意 试咪试咪,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清楚的 可以 定 大家好,今天有方说香港应该学习台湾解除法禁 所以不能够有任何法禁服饰都不可以 但是台湾的政策只是不允许学校 以学生的发型或者服饰不当为理由而惩罚 只能够口头劝语或者连同家长一起教育学生 所以有方已经承认了校方应该对学生的移用 或者服饰上有一适当的规范 转变的只不过是教育的方式 而教育和圈介是不是真的有效呢? 而教育和规范其实并没有冲突 不代表教了就不需要有任何的明文规定 而规范是我们最后的防线 去确保每一个学生都能够遵从着一个道德的规范 而法律同样都是这样 就好像社会会教我们不要吸毒 不要偷涉这些东西 但是不代表教了就不需要有任何的规定 所以有方必需要论证 教育是否比规范更加有效 而如果没有了这个法禁 那个人履犬不改 坚持检验七彩的发型 而校方应该如何去解决呢? 而今天说到尾 有方之所以会反对法禁 无非都是担心两件事情 第一,自由不够多 不够尊重学生的选择 限制了学生的自我表达的能力 但其实有方今天一直在曲解法禁自由度的问题 极端化了法禁 首先,学校并没有剥夺了同学在私人时间 例如假期的时候打扮的自由 而学生在入学的时候 都有自由选择学校权利 而学校的规范包括法禁 或者所推崇的文化都是公开的 所以学生在选择了学校之后 也有这个责任去遵从学校的文化 和维持学校声誉 而在校内,其实香港大部分的学生 中学并没有定死学生的法刑 例如学生只要在无电掩烫头 以及影响学校校方的底下 留什么发型都可以 可见其实今天学生在拥有着 那么多选择权利底下 为什么又好像有方所说到的没有自由呢 而同时自由都要分清了底线 和分清了场合 学生在穿着校服的时候 他们的形象 其实无论在校外或者校内 都代表着学校 也都是向社会推崇了这个学校的文化 所以学生并不是完全没有自由 同时都应该学习 尊重学校的一些规范或者文化 去做适当的决定 而如果这些意识 学生在学校的时候不学 那么去到未来 这些人会不会为了自由 而反对各行各院的规范 反对移荣上面的规范呢 而第二,今天有方就认为 是骗杀 法禁是骗杀了自我认同 有自我认同是好 但是要用适合 就好像在法律上面是不允许 其他人在公共区域那边逃压 是犯法的 但是这些都会限制住 你自己自我表达的自由 而这条法禁 是不是要取消呢 这条法律为什么会存在 也就是因为影响了死人和他人 你想要 所以 法禁是可以存在的 谢谢大家 反方第二负面的发现时间为3分07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接着下来就会进入台下的发问环节 双方各有两轮发问 首先请整方排座位台下便宜去做发问 请便宜开镜头并试试米 试米试米 请大家看清楚 不好意思 回应回刚刚评判的提问 刚刚的评判就问 刚刚是不是有三叮 但因为刚刚我最后是两叮 它的时间是3分07秒 所以是无超时都无扣分 那可以麻烦回正方的台下 去开启镜头先 那我们现在会示范 试米试米试听不清楚 试米试听不清楚 试米试的 试米试的 没问题 那你有1分钟的发问时间 如果你准备好可以向镜头示意 试米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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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有方说性别多元趋势不存在 因为还有性别歧视 但是正正是因为过去有性别歧视 才衍生出要打破性别定型的性别多元趋势 有方逻辑倒转 事实上性别多元趋势之所以会出现 就是发现男女必须有固定形象是欠缺充分理据 更加只是牵涉个人的事 更加不会影响到社会 有方所说的男女着孝群 事实上社会都有讨论进一步放宽 所以想问有方 你怎样出现现时社会性别多元趋势不存在的结论 还是你根本上觉得社会未来就是要性别定型呢? 谢谢各位 那现在凡方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开始计时 叮 到了 叮叮,准备时间结束,现在有请反方排出一位便言助答。 你有一分钟的回答时间,准备好开向镜头示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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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其实有方问我们性别定型应不应该存在。 我们回答你,这件事的形成是无可奈何的。 因为有方今天就认为了,学校对于学生上面的移用规范,会令大众形成了一种对于男女的黑板印象。 但是这个效规的形成是基于社会对于男女的一些印象而造成的。 如果那个现时的社会是能够接纳着男女黑板印象的,不应该存在。 那就可以调整,但是不代表要完全取消。 而今天,其实法禁都有一定的自由度。 譬如说我方已经有一定的胆性。 譬如说我方就已经,如果那个学生有些特殊, 所以说,例如宗教信仰或者情绪问题是可以向校方申请。 而校方往往都会给予尊重和着情处理。 例如今早小学曾经是允许同学因为手术问题而在校内内戴帽。 谢谢大家。 那现在请反方排出一位台下有边缘发问。 请边缘开镜头并且试咪。 试咪试咪听不听到? 是,清晰的。那你有一分钟的发问时间,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订。 人方同学今天都不断重复一个诺刀, 譬如说法禁或冲設定,不许不是, 但是我们看到的都是在法禁之下的很多条例都是男女通常无识。 无关理男女都不改变法言法, 因为发禁的条例并不是无中生涯的, 是有实际的原因。 例如禁止留意陈头发言杂已经是为了防备。 主席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主席,不好意思,反方台下同學會音很大,我們聽不清楚,不好意思,請問可不可以距離麥克風近一點點? 或者可能華英中學的台可能移近一點,再試一試。 嘻嘻嘻嘻嘻 聽錯 回音是否解決了? 是,謝謝 好 如果你準備好,你再向我試 準備好 有方和我今天不斷重複一個邏輯,在法禁造成性別定型,所以不合時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法禁之下有很多條例,其實都是男女通用和性別無關,例如男女都不可以電法和演法 其實現時法禁的條例都不是無中身有的,是有實際的原因,例如流長頭髮而不紮邊 被禁止是為了防止體育堂或者火鍋堂做實驗的時候發生意外 禁止電法是因為電法之後清潔頭髮會變得相當困難 禁止演法是因為演法有為學合、神託而簡潔的孝風 其實上述的法禁條例都是建基於實際的原因,和性別完全無關 那麼有科同學是否認為他們都不合時宜呢? 多謝各位 現在到正方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開始計時 定! 請多謝! 叮叮 叮叮,准备时间已到 现在有请整方排除为变员去作答,留一分钟作答时间,准备好海向镜头示意 是,是,请问听不听到 是,听懂的 可以 定 有方不断说发,更不能电发,电发,烫发,但其实有方从来没有发布过 男性一定要短头发,女性一定要长头发,就是有方所说的性别定型是 我方所说的性别定型是存在的 而有方说 当 学生可以向学校申请途径 因为一些情绪原因可以 同学申请解除法 那我可以留长头发,可以带我 但问题在于,学校会不会接纳 现在 临同学的情况就是,平均会不接纳 又有 另一个例子,王永熙同学 他因为继续留长头发,学校接纳 但是怎么样,影响了学习 他要在医疗室遥距上学 那是否,好像有方所说 即使学校接纳了,也不会影响同学 而有方又说到自我表达 他们可以周围图 但这个不是个人,头发没有影响到其他人 那怎么可以 那怎么可以和一些犯法的事件类比呢 有方要和我方答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那现在请政方派出台下变软 作第二条台下发问 请变软开镜头并试试咪 试咪 试咪,听得清不清楚 是,清晰的 但可能要你识一识了 那是个自我表达的 感谢 谢谢 请问 可以模糊背景 还是 都可以变成 不要模糊背景 正常背景 是的 是的 因为就不可以用 virtual background 是的 可能就麻烦你识一识了 那 virtual background 去 谢谢 现在没问题了 麻烦你 那你可以试一识咪 试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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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清晰的 那你有一分钟发问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镜头示意 可以 定 再次 各位大家好 有方今天的乐场我爱美 一方面觉得解除法弓会造成青蛇 来竞争打扮 标其乐意 但另一方面又说 可以视情况着情处理 有方文化底就是都同年学生表达自我 的趋势 才说可以弹性处理 所以我方论证确立 最重要的是 我方一副二副 举出台湾国中小鸡创意书院的例子 论证实现上没有出现有方所说标其乐意的情况 有方没有反对 我见有方的论典实现上不成立 有方以后就得方违反校风论典 但是为什么学生演发电法就等同于学生形象差 为什么两者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是不是演发电法就等同于有暴力倾向 计律不好 性格不顺服呢 多谢各位 现在反方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开始计时 叮 请不吝点赞 这只能不能够 认识 您 在内容 Ladio 大 叮叮,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反方快出位便联作答, 你有一分钟坐踏时间, 准备好开向镜头示意。 试咪试咪, 请问听, 行不清楚? 是, 清晰的。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首先, 谢谢有方同学的提问。 今天有方同学问我们, 是否只要电发染发就等于暴力形象? 我方回答你, 不是。 但正正是爱人来看, 就是了。 就像一个例子, 例如基督国际学校一位女学生, 染着头发, 穿着超短裙, 在外界来看, 放在网上之后呢, 大家就觉得它是一个不良好的形象。 正正就是为何学生一定要养成一个整齐统一的形象? 就是为何法禁要存在? 再次, 今天有方同学说是否所有情况都可以, 觉得我们自相矛盾。 但等一等, 我方的方案是要特殊情况才批准嘛。 就例如是一些情绪焦虑、健康、宗教、信仰等等的问题, 学校才会批准嘛。 所以从来不出现有方同学今天所说的各个情况都批准。 多谢各位。 现在请凡方拍出一位台下边缘作发问。 请电缘开的镜头并试试咪。 试咪试咪,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清楚的。 那你有一分钟发问时间, 准备好开向镜头示意。 可以。 定。 大家好。 其实学校对于学生的复识和发释的要求, 都是希望可以从而培养学生对于社会和群体的服从性。 目的是为了学生在未来能够适应社会的制度。 但是今天有方不断提倡说学生要有自由的表达权利, 但是同时又说要有全人发展。 而在群的这个层面底下, 就正正限制了学生一定要适应一个群体的要求。 那有方是否认为以时任何的规范, 只要限制了表达自由就应该要全部被取消。 如果否认的话, 那条界线究竟要怎么去规定? 有什么是可以做的, 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呢? 多谢各位。 正欢迎加入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开始计时,定! 。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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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准备时间结束,现在有请整方派出位辩元回答。 你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准备好去向我示意。 请问听到吗? 听得清晰的。 可以。 各位大家好,尤方刚才问到是否所有任何规范着人生自由的条例,是否都要统统解除呢? 但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现在针对的就是要解除任何不合时的效规,例如法禁,例如校服定型等等, 这些都是要解除的。 因为有方就说,法禁就可以培养学生的服从性,但先等一会儿,学校不是军营的。 我们需要的是培养独一无二的思想,不是个个都需要一模一样的。 我们现在学校提倡的是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现在你们发禁,妨碍了学生自我表达,是因为是香港人的固有黑板印象。 所以,今天有方,所以今天学校叫人不要以貌取人。 所以正正的,但其实正正是学校意法取人。 所以今天是必须成立,多谢各位。 现在台下发问的环节就结束。 现在是结面的准备时间。 双方结面有一分钟再准备。 现在开始计时。 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给大家看一下。 您们这里悉时! 您的支持! 您 перед它们照顫帏! 您现在在说室正中的高兴或工作的那种感觉 您担心的 Aren't感觉的! 您的支持! 您下方是否所é? 叮叮,准备时间结束,现在先请反方作总结 你有4分钟发言时间,准备好开向镜头示意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清楚的 可以 定 主席、评判、助作各位,大家好 由西都丹,我们身边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规矩 但是这些规矩并不是为了夺取自由 人人都有言论自由,但是为什么校规要禁止粗言位于? 的确这些限制会夺取一部分的选择 但我们一直强调的规则作用是设立正确的价值观 正如禁止说出去,不是找机会教训学生 而是教导大家懂得尊重 法根不是为了骗光学生的自由,而是教导学生做负责任的决定 有方同学正正就是误解了法禁的意义 今天有方同学执着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性别定型 他们认为有法根就是代表我们是令到这个社会有性别定型 但是其实性别定型已经是社会一直存在着的问题 而且其实法根有一部分的限制,例如不可以碰化,染发等等 都完全跟性别定型无关 那其实已经我们性别上面,即使性别上面有需要是自己可以进行申请的 就是不是所有例子,这个法根不是这么死板的 第二就是有方同学就说法根会阻碍了自主表达 学生失去自主他们和个人发展 其实为什么这个创造一定要在外卖方面呢? 明明在学校在学业、体艺等方面都提供了不同的机会 给学生去展现自己的能力 那已经帮助了他们发展和多元化学集 那为什么一定要在法根方面展现呢? 有方同学也有说到,例如这个李兆基学校 它是没有法根和没有这个移用的限制 那但是他们这个学校是一些艺术的学校 那跟香港的传统学校不同 传统学校的宗旨就是辞职校去教导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那这两个制度已经不同,是无法进行类比 那也都不代表香港的中学生实施法根是不合时宜的 而特殊情况是有成功的例子的 例如我刚才提到的 静马善诺小学的例子 华英中学、德兰中学等等 都是容许特殊情况之下 是申请证明法根是可以按照实际情况去进行调整的 当我们认同一条规矩,都是出于对规矩背后意义的认可 但是在限制移用的这条校规矩引起了不少的争议 有人质疑留下不可以过微的作用 也有人为了认为发型不会影响到学习 其实移用这条校规最初设立的目的 是为了打造纯粕的校园风气 虽然社会大众的观念一直变紧 但青少年的特责不会改变 他们往往会随波逐流 更有可能会作出不负责任的决定 法根可以避免中学生因为他人的影响 而发挥金钱和时间在发型上 从而排除不必要的外言比较 中学应该是应该认得学习和发展个人潜能 培养价值观的地方 所以我们更加要保持个人重心 将能力和时间放在较为重要的事项上 学校确保到学生向着正确的方向买张 也都令到成长中的学生 及早明白到社会规范的重要性 他们才会在达出社会之后 珍惜自由的可归 并且负责任地享受自由 带给我们的快乐 面提理应不成立 多谢大家 法方劫便发言时间为4分03秒 无小事无需扣分 那接着来就到正方的劫便去作结 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镜头示意 是 试咪试咪 请问听不听得清楚 是 清晰的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用一条问题总结有方立场 首构的教育制度就是最好 为什么要变 但是首构是否等于合时议呢 不是 从逻辑和事实两个层面 简单总结全场比赛才是逻辑层面 有方根本是直线逻辑 有方认为解除了法案之后 就会影响效果加强打扮竞争等等的问题 但是论证不到有必然的关系 有方只是以以前旧有的模式推出出来 然后又跟我们说 现在社会还有性别歧视 所以呢 解除法禁 不是大势所趋 但是我方已经论证了 现在香港越来越重视性别多元 表达自我 不代表社会现在还有歧视 不代表不是现今趋势 间接来说 有方其实都没有完全反对 再放眼国际 台湾 南韩等地区 都解除了法禁 香港是否可以独善其身呢 大家都不想那些人一想起 填鸭式教育 就想到香港 一提起 学习气氛分 学习分为愉快的国家 就想起北欧 相信大家都想跟他们齐名 所以我们要搭出第一步 就看事实层面 我方一虎就跟他们说 现在邵姬就在做校服头发改革 可以点燕堂 然后有方欠片又跟我们说 艺术学校不可以用来类比 但艺术学校也是学校嘛 证明现在这些事 已经开始被社会重视 而且又没有标其立业 有方回应不了标其立业的情况 为什么会在解除法禁之后出现 说出了 有方以守够的思想推测出来 有方其实都知道 解除法禁只是迟早的事 回归变来核心 法禁是源于一种不信任 老师不信任学生会听话 所以要订立规矩来规范他们 但信任是人与日相处的基础 是建立良好私心关系的锁匙 老师常常都觉得 学生没有批判性思考 但香港的中学生 是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差 一放纵就会放肆呢 那么多位财上变略都是中学生 难道我们十几岁都不会打理好自己的头发吗 为什么学校不可以给多些信心我们呢 这帮中学生 今天这帮中学生 连自己选择发型的权力都没有的时候 说明他们不被信任 最后导致制度暴力 正如我方所说的留同学 他只是因为留长头发 就斩租停过处分 其后他花了很多时间 去找机构帮忙 又去讨论法律意见 讽刺的是他只是冰山一角 学校应该是以学学为主 为什么要一个学生逆流而上 处理他这个年纪不需要处理的事 或一条头发 花了这么多温习的时间呢 根本就是本末倒置 原来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相信各位都有经历过反叛期 可能大家会打扮得快思挑战 但是不是就跟坏学生画上等好呢 不是 教育一直都允许学生犯错 教育不是不允许学生做任何事 就算他们好像有方说 穿得标其立业又如何 学校是不是一些 比学生反叛的空间都没有呢 香港的教育制度 是不是就那么无人情味 那么冰冷呢 如果教育要用一个禁字 那么沉重 老师作为监察者 监察学生 而学生流为被监察的仇犯 最后只会形成私生对难 但学生应该被评论对待 私生应该互相信任 而不是学生的需求被学校忽视 思想被学校 思想被学校 钳制 学校既不是军营 又不是监狱 又不是监狱 为什么会这么沉重呢 我从来都不完全反对校规 只是反对不学时宜的校规 香港不断马上高楼平地起 经济越来越蓬勃 但教育制度 一样都是那么食股不化 我们更加要勇敢达出第一步 希望香港的中学生 都仍然可以自由自我 永远歌唱我歌 酒店千里 多谢各位 叮叮 正方结面发行时间为4分02秒 无超时目需扣分 比赛就站过一段落 本人将与评判手作联络 处理一下分子的问题 但为了把握时间 都会在三位评判填妥分子之后 逐一邀请 为今场比赛给一些评语 请对赛双方都在原位等候一会 还有提提提评判 最佳辩论员需要额外评分 每位评判才选出三位表现较佳的辩论员 再分别给予分数 最佳位得30分 次佳日位得20分 月下位得10分 如果评判完成了 填妥分子 可以在checkbox 或者whatsapp告知我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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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降 便宜 gradually往上提提 随后其中 Gun &Crosby Taco Lamb 一名攻击 先钏支级 首先欢迎到潘 manager的小姐 为此场的谈来评论 然后再评论 谢谢 好,那我覺得,先謝謝主席,辛苦了雙方的同學,都知道大家準備比賽都不容易的, 那我就分享一下,在聽的期間會有少少的疑問,那先說了,首先說了一個定義上的問題, 就是,其實聽完全場,我發現原來大家對於這個法禁的定義好像有點出入, 而且聽完之後都好像某一方可以很清晰地告訴我什麼是法禁, 那本來一開始主席就跟我說法禁就是禁止了某些,可能說染發、電發等等, 那到底法禁裡面呢,是包括學校對於這個學生的懲罰和教育,還是不包括的呢? 因為去到,為什麼會有這個疑問呢?因為去到政方的義父和反方義父, 他們都有斟酌於法禁的定義上,都有作出一些反駁, 那政方就說反方定義錯誤,反方就說原來只要教育方式不一樣就已經可以了, 那到底其實法禁是什麼呢? 它是包括懲罰,只要有教育都算,或者是, 只要老師對於你的義勇上有批評已經算法禁,還是什麼算法禁呢? 這個可能是,在去到後場的時候會比較明顯的分歧, 而且聽起來都是比較混亂的地方來的, 那第二樣東西呢,我覺得會比較有疑惑的, 就是一個學生,其實什麼叫做自律呢? 他們自律之後,他們的表現應該是怎樣呢? 因為政方就提出了我笑肌的情況, 就說他們很自律,他們沒有五眼六色的上學, 會染到頭髮這樣,反方就說原來有些學生是會穿短裙, 接著被人放上網之後,就說他們是會影響校風等等的情況出現, 那所以其實,到底一個學生, 就是以一個中學生的角度來講, 他們在中學裡面,他們應該是要做到什麼角色, 他們要扮演到什麼,或者他們在社會上, 他們的形象要是怎樣呢? 可能我覺得雙方其實在這一方面都不是交代得很清楚, 到底一個社會上接受到的中學生形象是怎樣, 而他又應該是怎樣呢? 我覺得這個是,正反方都應該可以花多些筆密去講解這件事, 然後從而去判斷到底發感這件事是對還是不對, 但是,今天聽起來就比較不算很多, 大家只是停留在說一些可能個別的情況, 就是說他沒有這樣做到,他有這樣做到, 那他是對還是錯呢? 那最後一點,我覺得在台下發問的時候, 大家要留意就是,可能正反方都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大家對於這條問題的回答真的很少, 甚至乎不是在回答對方的問題, 大家有時候回答問題會比較像是回答上一位同學的台下回答, 那在這個情況下,如果你不是在回答對方的問題, 可能在評判聽起來,就是我真的想知道答案, 但是大家沒有回答的時候,就可能會是難以被分, 因為台下發問,你真的要回答這條問題, 所以大家有時候要留意一下, 就是如果對面台下,尤其是沒有自由辯論的環節下, 如果大家想回答對方的台下回答, 想要說的話,不是不行, 但是你一定要先回答對方的問題,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那我覺得我主要的疑問, 還有看法就大概這樣, 那我們現在就交時間給其他評判, 請評判補給你的意見, 那接下來我們會邀請科森儀小姐為這麼長的比賽, 再一些評語,謝謝! 大家好,請問聽得清楚嗎? 評語就不敢說了, 我跟大家討論一下給一些意見, 除了剛剛各位評判所說的定義問題之外, 其實我覺得另外有一件事, 定義都是很值得大家去想, 以及很值得大家去想清楚自己那個站方, 你想說的定義是什麼, 而那個字就是不合時意, 我一開始在主編的時候, 聽到政方對於審判不合時的定義, 或者標準, 就是說我現在有某個趨勢, 在政方的角度就會是性別多元, 或者是自愛表達, 而白禁是不符合這個已經存在社會的趨勢, 所以就不合時意, 那這個說法我一開始聽, 是覺得不合時意, 但是去到後面, 我就覺得其實政方有一點類似, 自己推翻了自己的這個說法, 這個我待會後面會再說, 而反方對於不合時意的說法, 其實我老實說我在主編的時候, 就不太聽得出, 我覺得反方在主編的時候, 比較多次去說法禁為什麼要存在, 法禁他的合理性在哪裡, 而是說他為什麼不合時意, 譬如看到反方一開始主編, 他就會說因為要加強紀錄, 然後又要減少學生之間的競爭, 就是這些, 但其實你從來都沒有說過為什麼是不合時意, 舉個例子, 因為其實你任何一件事, 你要說為什麼它要存在, 其實你一定說到的, 但是你是不是不合時意, 是另一回事,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 譬如古代的酷刑, 我知道這個例子可能有少少極端, 但是純粹是給你展示, 例如古代的酷刑, 你說應不應該要存在呢? 你也可以說出酷刑為什麼要存在的理由, 譬如他的阻化性就高一些, 那些人就不容易犯法, 又或者會更加容易被他們說出真相, 那你是可以這樣說, 但是它是否合時意, 是否符合現代的普世價值呢? 這些就是另外再說, 所以我覺得反方, 你在主編的時候, 首先你要多說一些, 為什麼不合時意, 而是說為什麼你覺得法禁應該要存在? 然後我現在就去再說, 為什麼我覺得雙方去到後面, 對於不合時的, 其實是有變過的, 我覺得這個問題在反方是尤其明顯的, 例如, 在, 好像現在提到台下法文的時候, 我記得其中一位同學, 就是說得出聲別定型, 我記得他問什麼, 我記得好像是正方問反方說, 你覺得性別定型應應不應該存在, 你成不承認, 校服, 不是, 法根會造成性別定型, 然後反方就說, 性別定型這件事, 是無可奈何地會出現的, 而因為社會就不接受了,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 跟你上面說的話, 是有分別, 跟你那個姿勢是有分別, 因為我覺得你現在這個隱藏的立場是說, 因為這個社會不接受, 例如, 社會還會有性別歧視, 或者例如, 讓學生穿短裙, 染發出街一些, 外面的人會覺得你不守規矩, 因為社會有這樣的現場出現, 所以, 我們為了學校的形象, 不被影響, 我們就無可奈何地, 都要跟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跟你上面說話是不同的, 因為你上面說話是說, 你的法禁本身, 你不認同的樣子, 你本身是覺得, 法禁這件事是會影響紀律, 等等等等等等, 而你下面是說, 我不評論, 法禁本身是否合理, 我只是說, 社會是不接受的, 所以我為了迎合社會的看法, 我為了令學校的形象不受孫, 我就為了這樣做, 而你的說法是完全不同的, 而個人的, 我覺得後面的說法是會好一點的, 因為如果你這樣後面的說法, 你避免了很多自己很難論正的位置, 譬如你見到後面, 你不斷被政方挑戰, 究竟他的必然關係是甚麼, 例如, 為何我染發, 就等於我一定是壞學生, 等等等等, 而這些話其實是很難受的, 尤其是, 一開始我聽主編的時候, 我覺得某些話是挺難聽的, 譬如你說, 為何要發禁呢, 就是因為要加強紀律, 令到他做一些社會後面的生活, 但我就會想, 為何要加強紀律呢, 現在的社會不是正正說要多變, 要創新, 那為何一定要加強紀律呢, 而你一開始主編的時候, 其實從來都沒有解釋過, 加強紀律本身這件事的合理性在哪裏, 或者你之後又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學生隔幾天就換新發營, 用五百元去換新發營, 然後又浪費錢, 然後又增長競爭, 但譬如現在, 書包都沒有規定的款式是怎樣, 那是否那些學生又會隔幾天就換書包呢, 其實我覺得, 很難論證到, 也幫自己的論證加添了很多難度, 所以如果你讓我選擇一個標準, 我會寧願你一開始主編跟我說, 我不去判斷法禁, 這件事本身合不合理, 我就跟你說, 社會不接受, 所以現在即使你改變這個法禁的標準, 社會都不接受的時候, 這就是不合適, 我覺得寧願你這樣說, 會更加好, 而正方對於不合適的姿勢, 其實都是有變過的, 但這個不明顯, 還有只是鋪了一個, 討論法文的位置, 所以我就, 在扣分上面, 這個是少一點的, 因為, 我記得某個位, 就是反方說過, 正正是因為, 有性別歧視的出現, 對不起, 是正方說過, 正正是因為有性別歧視的出現, 所以我們才更加要打破這個性別定義, 所以我們才更加要廢除法禁, 但是你前面不是這樣說過, 你前面是說過, 我現在已經是有一個, 性別平等, 性別多元的趨勢, 所以, 我為了符合這個趨勢, 法禁就應該被廢除, 所以這件事, 不知道你們聽不聽得清楚, 我不想說明明顯, 其實是有分別的, 因為, 你前面是說, 已經有這個趨勢, 所以你追蹤, 但你後面是說, 因為, 性別平等這件事, 本身是合理, 所以你要改變法禁, 而去迎合這個價值觀, 但是這個價值觀, 是未出現一個trend, 我不知道你聽不聽得清楚, 我覺得你未必, underline the stance, 未必是真的這樣有衝突, 但是你講出來, 聽到就會有不同, 還有, 可能是你台上的變形, 所以, 你自己的說法是怎樣, 那, 關於性別, 關於那個, 不合時的說法就是這樣, 另外, 我再講了一點點, 對不起, 我可能講得有點長, 我覺得大家問問題的時候, 是需要比較注意你們的問法, 然後我講完問題, 不是講台下訓問, 而是講, 譬如你, 只是在一個便位裡面, 你們去質疑對方的一些說話的時候, 其實是, 都需要有一點點的注意, 例如, 我記得這個是正方的一虎, 你看到, 那時候在講笑機的一個例子, 就是講笑機是, 可以容許其他學生, 去, 有他自己個人選擇的髮型, 或者他們不用穿校服, 那你就問了一條問題, 你就說, 那如果你是講到校規, 是會, 如果你講到法規, 是會影響學校形象的話, 那為什麼笑機會跟隨, 那是不是他明知道, 會影響學校的形象, 他都照顧這個做法,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 其實是十分之危險, 因為你其實, 你只是講到笑機一間學校, 是會去廢除法禁, 其實, 其餘這麼多間學校, 絕大部分都是不跟隨的, 那其實你反方同樣, 是可以問回你同一條問題, 那我覺得, 絕大部分的學校, 都不跟隨的時候, 那是不是, 這件事本身, 就真的混合起來, 因為現在只有一間學校跟隨的, 那如果根據你的規則, 有學校跟隨, 就等於是合理的話, 那是不是我更加合理呢? 那所以呢, 這些問題要小心一點, 而, 反方同樣都有這個問題, 例如是反方義父的時候, 有一個問過, 那如果你現在反對學生, 要有法禁的話, 那你是不是反對韓國業, 他現在都要有的法禁, 或者一些制服的規定? 那其實, 正方是可以很, 大安置疑地說, 是的, 那因為要表達自我, 又或者, 例如是, 你說, 看一下, 我現在不是很找到, 大概就是這樣, 我覺得大家有問題的時候, 你要小心點自壓, 因為尤其是, 有些問題是, 本身是已經符合了對面的姿勢, 例如剛剛說過, 那你是不是要廢除校服? 你是否要, 男生和女生都一樣是可以, 自由選擇穿裙子穿褲, 這些, 就是這些本身的問題, 在正方的姿勢, 我已經是預設了是可以的時候, 你就盡量不要問, 還有, 要小心自己的問題, 是否會回復到自己, 大概就是這樣, 謝謝, 謝謝, 謝謝評判寶貴的意見, 那我們現在就會去公佈賽果了, 我們可能等評判在WhatsApp上確認分子, 我們就會公佈賽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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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已经收到三位评判的确认了,我们现在会公布赛果 在公布赛果之前,首先为大家公布下本场比赛的最佳辩议员奖项 今天的最佳辩议员是正方的欠辩几文恩同学 恭喜! 现在为大家宣布赛果 今天的辩题是现今香港中学对学生实施法禁不合时宜 由正方刹几文官立中学对反方华英中学 正方得票为3票,反方得票为0票,赛果为3-0 由正方胜出,恭喜!